现在来介绍的是换底公式 对于对数的一些不会计算的状况的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公式 那么我们怎么解说呢 是这样子 以A为底帧数为B的话呢 如果我们看不出它的答案的话 我们可以采用换底 那么换底的话呢 B仍然是帧数 这个A的话呢 移下来变成帧数 这个C的话呢 我们爱怎么定就怎么定 但是有一个条件 C要正数 C不可以是1 那么我们的话呢 做一个简单的证明 给各位同学看 为什么这个换底公式可以这样写呢 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要证明它的话呢 首先这个是很简单的 我们的话呢就这么说了 我们假设 这个log A B 假设它叫做X好了 如果说log这个东西会等于X的话呢 那么意味着B就是什么 B就是A的X次方 那各位同学看起来应该没有问题 这是基本的对数的定义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等式 我们两边一起取log 来我们看看啊 两边一起取log 那这个地方为底的话 叫做C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也会相等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根据对数率第四条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四方都可以扔到前面去 于是的话呢 我们继续写下来 logC B是等于X乘上log 两个都是C为底 这边是A 那么X就可以把它解出来了 我们X就可以算出 它是多少呢 它是一个分数 这个是放在底下 我们写logC A 这个是写在上面 logC B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换底公式了呢 那么要熟练 我们就必须要多做几个立体 我们来看看立体 27是9的几次方 我们是不是不容易看出来 不容易看出来有没有关系呢 没关系 我们就这么算 我们现在的话呢 不会算 我们就把它改一下 我们的话呢 就写一个log 上面是27 下面是log9 好 我们来看看 那么同学的话呢 认为我们底的话呢 要自定 定多少比较清楚呢 当然是定为3 3就比较容易了 来 我们来看看3的话呢 27是3的三次方 9是3的二次方 我们的话呢 轻易地对付了第一题 那么第二题 当然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你心算比较好一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在心中直接换底了 我们换底的话呢 底是2 上面是2的四次方 下面是2的三次方 所以我们直接写答案 答案是多少呢 三分之四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是否能够一眼看出来 那么第三个题目的话呢 这个就不需要用换底公式 其实各位同学可以直接写答案了 根号2 本身就是2的几次方呢 二分之一次方 就直接写了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 如果同学觉得看到了分之一 有点不太会 那么我们可以有两个途径 第一个的话呢 如果你们知道 32是2的五次方 它本身是2的负五次方的话 我们就直接写负五 那各位同学 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很熟练 那么我们就使出对数率的第三条 对数率第三条说什么呢 说上面除以下面 我们可以拉开来 变两个相减 来我们来看一下 拉开来变两个相减的话呢 上面是1 减掉log 下面是几呢 是32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根据我对数率提到的第一条说 log1通通都是0 所以我们不要写 这边就是这个是32是2的五次方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 一样 我们也可以对付得了一些 我们无法能够一眼看出答案来的一些题目 我们都可以使用换底公式来解决 理解决 5种的